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好像在一级赛时跑得有点不一样 没有人突破 差点点 对 所以对上的九场里 其实他赢了六场也很厉害 赢了六场 但当中就好像在右马纪念 在保重他跑得不一样 但终于这个问题在今年下半年突破 有些经典的东西倒手了 没错 就是上一次的秋冠天皇上 终于一条距离 终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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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当时就是刚才也有提到的 就是迷人警纸 两次走上海内档 在里面走S 所以他在开边的场址直进地赢 但无论如何 他无论是上一次的场址 也挺漂亮的胜仗 我觉得如果你看这马马的赛绩 我都非常相信他现在来到五岁 他是大熟大勇的时间 也极有机会可以终于这场址 况且这些路程也不需要担心他的能力 我觉得是有机会再下一成 当然是 你父系出自森林宝月 但她知道森林宝月三岁已经和你赢了 所以这场址一定有问题 而且刚才阿豪所说的 他在开面冲上来赢天皇上抽的东西 其实日本杯的模式也比较利 对 尤其是跳舞城 你很难有机会带回来 或者在内档等位出 不是快回谷的东京竞马场来 600米直到上车 一点也不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模式和七位天皇上挺接近 因为都是在东京竞马场跑大感 所以开面冲 这场址永远会比较利 最重要的是 骑士是伟己力 伟己力之前 失去墨尼本杯也很惨 对 这个日本杯 有没有机会 正如刚才所说的乐观 其实我觉得伟己力跑 我还放心一点 始终伟己力在日本 近两年都有经常客串 他的骑供是凌价 在日本骑士之上 所以不用担心 偉己力 很多时候跑一级赛 就算他不赢 他可以令日本骑士出丑 他在控制捕捉方面 很厉害 澳洲骑士控制捕捉 和日本骑士 我认为差不良是一班 可能是三班 所以如果放在这里 他还是一只机回马 我怎样都会乐观 朱仔,他不是一般的澳洲骑士 非一般澳洲骑士 他在欧洲那一刻 学法后的姜誠 根本不像澳洲骑士 所以这匹马 我相信这次也挺多人驚 不过东迎佐敦 就赢了秋季天皇上 通常有很多马都在跑 知道 非无驱 文竟自刚才说过 迈向辉煌、荣、荣、晨、闪耀 其实那一场马有几匹马 如果我给予平均 平均也跑得好 是的 其实非无驱 他在后山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毛病 就是漏杂 经常惯性漏杂 他可以不见三个马位 但是近一、两场开始 已经稳定了 其实不是近一、两场 而是近一季 开始稳定了 就漸漸露出他的真棉目 其实他之前跑了很多场 很多场的大赛都已经跑得好 对,不过是醉不到这么大赛 那你再看看他支持哪个骑 所以没办法 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又下回… 就是哪个骑 就是你最喜欢的… 稍后看 我再告诉你 就是你最喜欢的 要伸个头子 所以现在又下回华山典魂手上 所以近期又跑得好些 也是合理的 除了你说这一款之外 另一款是荣尽闪耀 我挺喜欢这一款 大家熟悉一点 为何我喜欢这一款 一来就是隔櫃打臂马 其实隔櫃打臂马 是很多赢一本杯 对… 我们远的有东海帝王 对 近年一直在上海 福特加、大震嵌等 这些全部都是隔櫃打臂马 即是先隔櫃打臂 再下季隔櫃打臂 特别櫃打臂 特别櫃打臂 其实这一款也是 东京竞买的场合2400 有跟有据 还要上一场的天王上秋 你搞什么 在等前面走 对,是头 我突然拒了头 大家看过保重 我们就知道这一款马 不是这样跑的 所以如果今次 整理好跑法 我对这一款马 也挺有期望 不过是的 其实荣尽闪耀 他跑得不好的那场 就是近前或摆在前面走 他也很明显是要留着跑的马 那这次… 好,15号,15档 即是迫着你留 这一款马王有两个人喜欢 第一,你不用怕他不够气 他三千二也不停跑 所以那些楼上是没问题 还回来很前回来的 第二,那个骑士王 是迟添险一 大家不知道 今年日本出了三半马王 那骑士就是迟添险一 不过这三半马王 今年就不来跑日本盃 现在呢 明年吧 应该是明年吧 对吧 对吧 这场只有旺气 又加分 所以这匹荣尽闪耀 而且这匹马 我经常都在记忆上 他虽然不应该带头跑 但他可以放前一点 留后一点 可以因应正常的形势 我们的内装分别也不大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是突击分子